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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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谈言爱的心情实在不简单 一会爬高每几秒又划下来 只想要跟你冒险 全心全意保护你 吵吵闹闹 其实也甜蜜 云霄飞车 让我们体验 美妙的世界 未来我看不见 等两个人的爱一定会往前 云霄飞车 如果你害怕 把我收我紧 幸福它会真实 绕了几圈再回到直立 许是爱的美丽 疼无维持爱的热情 别去预料才会有惊喜 生活多不平凡来时看看 云霄飞车 让我们体验 美妙的世界 万一爱我看不见 但两个人的爱一定会往前 云霄飞车 过过你害怕 把我收我紧 幸福它会真实 绕了几圈再回到直立 许是爱的美丽 清清 我妈又帮我借了一些水果上来 那这些我都调过了 给妳 谢谢你 再给摸摸果就好了 她会帮我费给大家 不好意思 我表姐下午要跟老闆出差 水果签头就好 好 好 那妳出差要小心一点 不要太忙 谢谢你 没事的话我先离开了 妳先忙吧 OK 老闆 那个总经整个办公室也都在说 那个缺帅很喜欢你 这位是办公室配上去 在我出差这段时间 就是厂商的资料帮我减档 还有上一季客户的资料 也帮我整理规档 好的 老闆 对 我会持续跟大家视频室 所以麻烦妳通知各部门 会议时间一定要在场 OK 没有问题 那先加班 你进去吧 好 好 老闆 这是今天早上的会议节 都不疼 对不起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跟我出差 我很期待 老闆 电话响了 我去下水间拿火锅 嗨 什么事 好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 杜先生 关于吴先生的诉讼流程 我已经把上次我们讨论的部分 都打成书面资料了 那有贴N次贴的地方 就是你说可以在琢磨调查的部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开始联络她的家人朋友了 好 对不起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问 其实这个案子你倒可以不要接 为什么最后又决定帮吴先生 我觉得一个人的错有多大 就代表他背自己 被环境逼得无能为力 加害者其实也是受害者 我愿意相信 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所以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可以做到的 我都可以忙 少爷 调查吴大哥 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我办就好 保证天黑之前给您回复 对不起 他这个人 这个人由我来处理就好 你先去忙 好 你来干嘛 齐铃少 有介于之前那个眼中钉 竟敢从中破坏 您跟一彎小姐 小德特地采访民间 得知有一位黑龙将来的大师 阿鲁古打木呼近日 再排呼法 小德替少爷情理胜水 你看 游了这个活水的加持 便可赤退挖手那个邪魔歪倒 小德特地一献上火水 欲助少爷 惡灵退散 齐胎得胜 得逃 对不起 少爷 你这个人头脑到底在装什么 之前去举牌 现在又搞来古林警官的东西回来 你和我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 你不要有事没事就来乱好不好 少爷 真的对不起 我只想到这种方式 我一少也分忧解劳 经常帮不上忙就算了 还帮到吗 我什么时候要你帮我分忧解劳 你不要跟我乱我就很好了 让我安静一点好不好 少爷 小德知道您的能力 是我的千百倍 你无法解决的事情 我更无能解决 但是总不能让我眼睁睁 看着您在那边担忧烦心 我实在是受不了 大家都说狗是人最好的朋友 我这条狗命是少爷救来的 少爷也就是我恩童再造的父母 虽然无妨帮少爷解决什么困难 但是至少 红红少爷 逗逗少爷开心也好 你这泊水到底是吧 信者很信 不信 其实是奉送好运 我主要是来通知少爷 一彎小姐在四十分钟 就要下班 谢谢 少爷 等等我 我是你的狗肉方向盘 你手还没好 我帮你开车 废话少说 快点 季宽 云云 小飞 怎么拖着行李 有客户来台湾视察 要到中午几天 这么早 你要下班了 我们家少爷 是要去接心爱的 一彎小姐下班 拔除眼中钉 眼中钉 没错 就是我们家少爷 爱情路上的陈咬金 亲家母的御用大手 但是不用太担心 我们家少爷只要动动手指 就可以消灭他了 我要不要给你扩印器 通知整栋大楼的人 谁的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挑战我们的杜律师 我倒是想看看 那个人是什么来头 连你也开我玩笑 难得有机会 看来你上次提了房心的事 已经解决了 好 等你回来 我们再喝两杯 好 我很期待 再喝两杯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酒友 我怎么不知道 容我像经济小姐 报告一下 许总跟我们家少爷 是在双方彼此心烦意乱之下 才会戒酒交叉的 我有让你讲话吗 小的一方长嘴去 让老板烦心的是 难道老板是因为我 才跟小飞喝酒 清清 我等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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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 我等你回来 干嘛一一不省了 等清清回来 我请季寬立刻放人 到时候你就可以 跟清清一起聚一聚 没问题吧 季寬 回来时候工作 会不会更多我不知道 看照话再说好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先走了 好 那你们先走吧 OK 我们坐下一班 拜拜 怎么了 清清没跟你说她要出差吗 我刚送水果给她的时候 听她同事讲 我才知道 水秀的哥哥 看来你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追求者一定要掌握 对方的动向 清清小姐要出门这个大事情 你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看来 你在清清小姐心中的地位 比空气还有力 晓得二度长醉去 小米 不要听风口心胡言烙语 清清的个性 本来就以事业为主 她可能太忙了 所以没跟你说 不要想太多 好 我知道 路易志 你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 那我先回去工作 去吧 好 好 东西给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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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 早上出門忘記提醒妳 媽媽知道妳長大了 不用我擔心 但是妳一忙起來 就是昏天暗地的 要記得 注意身體 自己出門在外 有空一定要打電話回家 保重身體 知道嗎 媽媽一向不愛用手機打字 現在居然為了我打那麼多字 要是她知道我跟老闆 我跟老闆一樣 清清 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不能只喜歡一個人呢 她們不知道她們這樣子做 很傷別人的心嗎 感情生活就是這樣 不一定是一加一等於二 這麼簡單 其實婚姻生活也是如此 但是有很多外面的誘惑 還有考驗要去面對 清清 早上出門忘記提醒妳 媽媽知道妳長大了 不用我擔心 但是妳一忙起來 就是昏天暗地的 要記得 注意身體 自己出門在外 有空一定要打電話回家 保重身體 知道嗎 我知道真的很難 一 最擔心我 照顧我 有空的人 而且很難 有空的 請 esperちゃ prophecy 從女文所話 因為女文在 Katie 謝謝妳 妳接受我的心路 妳先回公司吧 老闆 妳知道嗎 在世界上有一種感情 是不會輸給時間的 就算我們不是在這個時候 遇見妳彼此 也許未來 或者是未來的未來 如果有緣分的話 我們還是會遇見 這一次出帶妳 我自己去吧 我們還是有事 我們可以回家 我們可以回家 我們在來的 余優 甚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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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輩子一直都很努力 想說只要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會很開心 直到最近我才發現 原來我沒有真的開心過 我想為自己勇敢一次 我管解我怎麼管 既然我們可以幸福 就不要拼命回顧 誰的青春不孤獨 寂寞不知壞處 沒有必要 好的 我們別哭 愛不會被辜負 我們都值得被人分全顧 Jerry今天在幼兒園 有沒有調皮 沒有 我很乖 Anky老師還誇我說 大象畫得很棒 真的 對啊 媽咪 大象就在這裡 大象在這裡 哪裡 你看 這是Jerry畫的 好漂亮 這個是大象爸爸 這是大象媽媽 這是大象Jerry 真的畫得好好 那媽咪看一下你的聯絡簿 看看老師有沒有出什麼作業 好不好 看一下 學校 我們幼兒園要舉辦親子日 是爸爸親子日 這樣 爹地可以參加嗎 媽咪也很希望爹地可以去 你的幼兒園參加親子日 但是 你知道爹地不在台灣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 可以打電話叫他來嗎 但是爹地要上班 可能沒有辦法 爹地要上班 妳聽媽咪說 雖然老師有講說 希望大家的爹地 都可以去參加對不對 但是也不見得 每一個人的家裡的爹地 都可以去 爹地不能去 媽咪可以代替 媽咪可以去 對不對 不是一樣 好 老師剛剛有說妳什麼東西 她說妳的彩色筆不見了 媽咪幫妳找找看 它躲在哪裡好不好 好了 我找找看 看看彩色筆躲在哪裡 來 彩色筆 在哪裡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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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 眼下四方周圍 前後左右道路 暫時沒有看見那個 什麼蛙哥的人影 嗨 小飛 一彎 你怎麼這麼準時 今天事務所我不忙嗎 忙 不過我們每天也只有 在妳上下班才能見到面 所以不管有多忙 都沒有見妳一面來的重要 更何況妳昨天晚上喉嚨不舒服 我哪有辦法放心 我早上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我昨天晚上有喝很多檸檬水 應該沒事了 妳不要擔心 我聞到一股來勢洶洶的氣息逼近 好 少爺 一彎小姐 臉中丁出現 為了不讓閒察人等 打亂妳們兩個甜蜜的氣氛 我還是先上車轉移正地吧 妳來幹嘛 當然是來接一彎下班 不好意思 Wasser 我有小飛接我下班了 可是我不放心把妳交給他 我看我們應該好好地聊聊 妳有時間嗎 所以是鳳梅 妳是真的要追一彎嗎 一彎有權利選擇對她更好的 一彎當然有權利選擇對她更好的人 可是前提是 必須拿出價值 證明妳比她現在選擇的人更好 但是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見妳的好 我只看見妳 對一彎不斷地騷擾 先是三番兩次 阻止我接近一彎 接著又企圖把我的行為 塑造成騷擾 杜律師 妳是不是怕我 請妳不要一而再地高攀自己 好不好 我只想告訴妳 我和一彎是真心地喜歡彼此 請妳不要再來破壞 我想請問杜律師 妳曾經被心愛的女人拒絕過嗎 這關妳什麼事 坦白跟妳說 我有 我曾經遇到一個非常喜歡的女孩子 但是我卻沒辦法抓住她的心 經歷過這個事件之後 下定了決心 如果再遇到一個 能夠讓我心動的女孩 我絕對不會再錯過 一個懷抱遺憾 決心想要把握真愛的男人 跟一個對於愛情 感覺是理所當然的男人 面對他們的真愛 妳覺得誰會輸 妳就辦法過來吧 我只想告訴妳 最後贏的人只有一個 那就是我 但請妳記住 我們的戰爭對手是彼此 如果你敢做出 傷害一彎的事情 我一定讓妳後悔 妳說過的每一句話 我們會來看 妳的故事 會不會再對妳 把握真愛的女孩 和她的女孩 也會不會再對她 她會不會再對她 快樂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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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為什麼要停在這裡 這不是要去高速公路 這裡是 是 這裡是我以前的家 妳看 右邊五樓就是了 有看到嗎 這個房子 是在我學生時候打工 賺了第一桶金買回來的 裡面有很多年輕時候的回憶 好 妳在這裡等我一下 我去拿個東西馬上就下來 我可以上去跟妳看看嗎 妳想看 看什麼 看妳的過去 我對妳的過去有點好奇 好 走吧 好 好 好 我要不要 現在這裡還有人住嗎 沒有 除了阿姨會來打掃以外 我偶爾會來這裡 捨不得把這個房子賣掉 這些東西都還用著 對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都有不同的意義 好 妳等我一下 找到了 老闆 找到什麼 這本肖肝 這是我高中的肖肝 是跟我一個很了得來的同學 一起共同編輯的 可是肖肝還沒出版 這個同學就移民了 這次荷蘭波的團隊來台 他就是一分子 所以你特地回來 就是拿這本肖肝給他 我想如果他看到 一定很驚訝 也很懷念吧 你同學如果知道 你給他這份特別的禮物 他一定會很開心 這個是為了這本肖肝 特別拍的照片 真的 那哪一個是你 哪一個是你 哪個 搞什麼 這本肖肝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你 也差太多了吧 你以前 比較胖 但還滿可愛的 好 差不多要出發了 好 現在 你說 杜律師 你回來了 怎麼了 我可不可以跟妳 請一個小時的假 我想把這些橘子 送去清清她家 不過我是弄完 馬上就會回來加班 你知道清清家在哪裡嗎 上次他胃經卵的時候 我有送他回去過 好 我支持你 謝杜律師 我馬上就回來 我覺得你不錯 加油 表姐夫 表姐夫 希望能一覺到天亮 總是等待日出來到 寂寞之光 全在回答之旅 全是愛的美 先生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社區 有一戶人家姓黎 然後她有四個姐妹 應該是這邊其中一棟 可是我不太確定 她住在來 不是三民嗎 黎媽媽 先生 謝謝 再見 怎麼來了 清清出差 我知道 只是我家又寄了一些水果上來 所以就想說 直接拿過來給你們 真是有心 都知道清清不在了 還特地送水果來 不會 很方便 上家裡去 家裡去泡茶給你喝 今天先不用了 我等一下還要回去上班 下次好了 是 那好 等清清回來 一定要約一天來家裡吃飯 黎媽媽跟妳說 我們家鄉那幾道老菜 我做得可倒定 好 如果清清開口約我的話 我一定會來 沒問題 我會跟清清講 好朋友嘛 就是要多往來對不對 清清這個女孩子 就是工作想太多 把自己想太少了 我幫妳提醒她 好 謝謝黎媽媽 趕著上班 來 東西給我 這個很重 可以嗎 可以 小心 黎媽媽天天買菜 比這個都重多了 還有 一定要早一天來吃飯 下一次來 不帶東西了 自己一個人輕輕鬆鬆的過來 黎媽媽準備好料的 我保證讓你吃到 我們老家的家鄉味 好 謝謝黎媽媽 我一定會來的 那我先去上班了 好 慢走 黎媽媽 拜拜 好 拜拜 這年輕人 來喔 吃飯了 來啦 吃飯 吃飯 吃飯了 來 坐好 小心 小媽 蔡家姐 蔡家姐 怎麼來了 還不是我媽 說小溪失戀了 哭得很慘 叫我來安慰她 她人呢 她在房間 宇航在陪她 她很遜 對 失戀而已 又不是世界末日 對 失戀對她來講 就是世界末日 我去罵罵她 快 莫妮在叫 快去吃飯 快 乖 宇航老師 好久不見 黎媽媽 黎小溪 妳真的為了那個喜歡劈腿 然後又油不拉筋的 那個郭熙明 搞得連三分氣波都沒有 沒有 末末口 先不要罵她 來 先吃飯 吃飯嗎 來 坐 吃飯 對 要吃飯了 準備看光哥 光哥 妳光哥我叫他 去妳老爸店裡 這一陣子 小溪這個樣子 都麻煩妳 一直往我家裡跑 都是妳在幫忙 我怕妳老爸不伴 我就叫光哥去妳 爸爸的店 兩個老婆做個伴 然後聊聊天 還可以喝個小酒 來 開動了 吃飯 趁熱 媽咪 今天哥媽煮了好多菜 真的 對 小溪 全部都是你最喜歡吃的 媽媽特別幫你煮的 特別幫你煮的 真的 我剛剛發現 有南瓜 菠菜 雞肉還有魚 鳳姐妳真的很用心 妳一定有查過對不對 這些除了是小溪最愛吃的之外 她還是可以幫助 腦部血清的食物 腦部血清 簡單來說就是吃了會開心的食物 是真的 媽媽 宇航是內航的 小溪失戀的這件事情 我們也幫不了什麼忙 想幫忙說一些安慰的話 說來說去也都是那一些 她聽不進去也沒效果 這個時候就顯得 我這個做家庭主婦的沒用 就只能煮一頓好吃的 營養的 讓大家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 吃得高興一點 吃飯 來 開動吃飯 對 吃 別客氣 春桃 小媽 拜託 叫我摸摸口 對 對不起 忘了 摸摸口 吃 有沒有吃點 小溪 我不是來 多少吃點吧 叫什麼 媽媽 媽媽知道 失戀很傷人 讓人很傷心的 可是媽媽能做的 也只有這些了 那另外 妳不要看媽媽這樣 我也年輕過 我年輕的時候也失戀過 我跟妳一樣痛苦 失戀這種東西 如果妳自己走不出來的話 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幫 我們只能陪著妳哭 不能陪著妳痛 妳懂嗎 妳自己要振作 知道嗎 原來媽 年輕的時候 也有為別的男生流過眼淚 對 這要是被爸知道之後 他肯定喝醋喝到翻掉了 妳可別跟妳老爸說 我跟妳講 不要看妳那個老爸 黑痠狀的 好像很大氣 男人心也很小的 他知道我吃起醋來 比女人還了不得 越不完 知道嗎 不過我覺得 吃醋的男生蠻可愛的 好了 今天的重點是小溪 怎麼大家都聊起吃醋來了 小溪 妳有沒有看到 家裡的人都這麼努力的幫妳 妳自己是不是也應該要 努力的加油呢 你們都對我那麼好 我還讓妳們擔心 媽 我 好 好了 不哭 不要哭 不要哭 詹阿力 妳再繼續哭也不能改變什麼 妳看 大家全部都聚在這邊 就是希望妳能夠打起精神 妳不覺得妳應該要振作起來 才對得起坐在這邊的人嗎 妳們 妳們先不要理我好不好 好 如果妳希望我們不要理妳 妳講一句話 我們大家就不要管她了好不好 不要生氣 不是 我不是在生氣 只是妳看 坐在這邊的人 全部都是替妳著想的 他們這麼的擔心妳 妳不覺得 妳真的應該要振作起來 妳應該好好關心 身邊這些擔心妳的人 不是嗎 我會乖乖吃飯 然後明天乖乖去考試 對 那吃飯了 多吃一點 這些都是媽媽 精心為妳做的 那個魚 小心 有魚刺 會噎著 好 我來幫妳用 妳們還記不記得小的時候 只要妳們有誰心情不好 就會拉著我 帶妳們去兒童樂園 玩那個什麼 輻射飛移 我記得 那是大姐 還沒去美國的時候 兒童樂園 現在是不是重新開幕 變成兒童新樂園 等小溪考完期末考 然後等清清出差回來 我們大家再去玩一次 兒童樂園好不好 好 我記得 以前每次做那個 不色飛移的時候 就覺得 再大的煩惱 都可以忘光光 還有 還有麥芽糖 對 麥芽糖 我記得小時候那個清清 明明牙都已經快掉了 她還要偷吃那個麥芽糖 結果 媽 妳知道嗎 她的麥芽糖 都把她的牙齒黏住了 妳知道嗎 那好 就等小溪考完一次 我要清清回來 妳們大概一起去玩 對 一起出去走一走 媽咪 我也要去兒童樂園問瓜瓜 我也要去 媽咪 我也要去兒童樂園問瓜瓜 妳這麼小就有這麼多煩惱 小溪 那就這麼說定了 我會明天好好考試 好 那要先吃飽飽 還有那個營養 然後身體要不好 吃 莫莫子 吃飽要回去的時候 來 那邊 那有橘子 那橘子好吃的 帶一點回去 那個是妳清清姐的男朋友 送過來的 清清姐的男朋友 誰 三明 好 去三明 她還不是清清姐的男朋友吧 不管 就算現在還不是 我看妳快了 是嗎 小溪溪 妳們要吃兒童新的人玩 妳要吃兒童新的男朋友 開心嗎 努力是幫忙我打土地的官司 碰到這個好人 我非常的感激 我們改天找時間談 她不變坦 又沒熬著 一個湯 就像熬著 生活裡說不出的 酸甜苦辣 CC念的 電台DJ 對什麼人說話 有時候 只是想在天空 開出一朵花 我们都在生活里折磨过 我们都在狂妄里失落过 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 我们都曾软弱先放弃过 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 最后我们一点点褪变了 在生命中守护我们 任命保湿的寂寞的光亮 我们都在玄黄里折磨过 我们都在狂妄里失落过 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 我们都曾软弱先放弃过 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 最后我们一点点褪变了 在生命中守护一道 在生命中守护一道